大家好,我是雅美 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大家了 很多粉丝都给我留言说 雅美你在干嘛呀 你是不是被怎么怎么了 开玩笑 因为我被确诊了 今天是我确诊之后的第九天 然后呢,也是我出现症状之后的第十一天了 所以我已经有十几天没有录我的视频 也没有法给大家去互动留言 所以很抱歉 今天呢,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了很多感染的伙伴们的分享 其实为什么没有从我第一天确认 然后呢,就给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给大家带来那种 就是好像很悲惨 然后呢,或者是很不舒服 我的视频其实传递的都是正能量 所以我也想说,等我好了 我把我的这个切身的精力跟大家说一说 也能够给大家一些接见和帮助 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 我的一个初衷 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我的这个小小的隔离房间里 其实这一次的感染呢 还是不想回忆的 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也不想过多的说我是怎么感染的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次的病毒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厉害 基本上这个就是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 也可以说是其实让大家是防不胜防的 因为有很多伙伴就说 我都这个不去任何地方 对吧,我都两点一线 然后出门都戴口罩 然后呢,也很少接触一些不认识的人啊 然后也非常注意 对,但是就是这样 这次的这个Omicron确实是传染力是极高的 我看了有一个人的分析是 基本上他是属于一个人可以传染50个人 我跟我先生呢 其实这个这两年一直是为了保护两个孩子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 其实真的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原本以为我们就是这么严防死守 觉得应该我们不会被中招 但没有想到 我们还是被感染了 我是1月9号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症状了 但是呢,因为没有被就是传染给我的人及时告知 所以呢,其实耽误了一些最佳的这种 就是可以及时去阻断的这样一种 就是防范措施 所以导致呢,我是一个密接者 就是最亲密的密接者 我的这个开始就有症状了 其实在9号的时候 我呢,是在12号确诊的 其实9号就已经开始 最明显的就是10号的时候 10号我已经开始有点很累了 因为我已经打过两针的疫苗了 嗯,再加上我没有这么防范 所以其实我不会觉得我应该被感染 10号的时候我就开始想睡觉 嗯,累,疲乏 然后呢,身上的关节就有点疼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嗓子呢 就觉得是有异物 就是,咽口水就很不舒服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时候没有咳嗽 也没有发烧 因为我还特意量了体温 也不烧 嗯,因为当时 真的没有跟他联系在一起 就以为可能是不是 哎,那几天可能 就是下腹不太舒服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后啊,还好 然后是我的这个密接 他跟我说 就是11号的时候跟我说 他密接了 然后呢,他是10号下午告诉我 是10号,就上午有这种症状 然后下午告诉我他密接 然后呢,我就很震惊 然后当时我跟我先生也说了 然后结果要求他赶紧去做测试 结果他拖到11号才做了测试 测试之后,他是已经 其实他已经拖了很长时间 他都应该是在第11天的时候 做的测试,还是弱阳性 然后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 嗯,赶紧就是隔离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待的 就是我这个小隔离房间 那我先生呢,是一个就是 头脑很清晰的人 他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该怎么去做 嗯,我们当时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说要先把我的儿子保护好 因为他跟我们接触是 嗯,最,最少的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男孩子嘛 我们当时因为还有另外一支测试的 就是我12号我拿到这个测试之后 我就赶紧给我儿子做测试 好在他是阴性 所以呢,就把他隔离在他自己的房间 就是,他是属于被动式隔离 那我是主动式隔离 我先生和我女儿肯定是密集 这不用说的 而且,当我觉得我不说的时候 我问过我女儿 我女儿说,妈妈我头疼 然后我嗓子疼 然后我肚子疼 他一直在说他这三个点 然后我先生那时候呢,还好 但是,也是出于紧张嘛 其实,嗯,我觉得 就是我经历过之后 我,我现在才觉得就是说 嗯,其实这个病毒怎么讲呢 就是也看过很多人的留言嘛 就是,对于免疫力好的 体质好的人 其实,再加上你又打了两个一 两针疫苗 那其实,嗯,身体的这种 就是抗病毒能力 还是提升蛮高的 嗯,所以呢,大多数人的症状 可能相对比较轻 我觉得我的这个症状 就是因为我没有发烧 然后呢,我的嗓子 也不像他们说的什么 剧烈的,很难,很疼 我也没有 我只是觉得有医务 呃,大家也能听到 我现在声音 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清脆 所以这个,这个声音 是有变化的 呃,我是在12号晚上 然后,就是搬到了 我的这个小房间 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看 比较惨啊,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嗯,就是 带床的房间不多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其实是我先生呢 他自己的一个 嗯,小的这个办公室啊 啊,他自己的区域 所以我们临时呢 他给我搭建了一个 就是,就是,呃 地板上的床 啊,我把我用的这个 就是,其实是我女儿的 这个被褥 但是当时我已经用过了 所以我就把他的 也都全抱上来了 然后直接在 不在地上 这么用 给大家看看 我的这个隔离房间啊 就刚才我坐的那个位置 然后,这就是我那个 地板上的床 啊,这个屋子不大 好,这个,我家先生 给我准备了一些 生活必需品吧 好,这是我桌子上的一些 药品 这几天 就是,凡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就往嘴巴里边着火 好,就是 这么简单的一个位置吧 很小 哦,这边就是一个 有一个窗户 那个窗户可以透透气 就尽此而已 我现在还准备了个 对讲机 大家看地上 有个对讲机 方便 就和大家联系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他把他自己的电脑罩上了 到时候一扔这个外边的布就行了 这就是我待的这 这些天的一个 环境吧 刚才大家呢 也看到了我这个 小的隔离房间 那话有说回来 我们这个隔离的措施 还是做的比较及时的 而且我先生也是第一时间 就是把房间的这个通风系统阻断了 那就是没有 没有这种通风系统 就是供暖结束 就是没有这种循环内部的风 暖风热风 所以我们都是每个房间就是放那个电的这种取暖的 那我的这个隔楼呢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这种电的 加热的 所以还好 那我先生和我女儿的房间呢 他们都是放了这个暖气片 所以还可以 那我儿子那房间也是有单独的 就是供热系统 所以还可以 就是说这个条件硬件还是及时满足了我们这个隔离的这个条件吧 需要 做好隔离之后呢 那我先生呢也很辛苦 他进行采买 也处备了一些意思性的餐具 这样的话呢 也避免我就是 就是过多的碰我们家的这种餐具什么的 所以也是把这个防范措施做到位了 那他负责就是做饭 然后把我的这个要吃的东西放在我的这个楼梯下面的一个凳子上 然后他也不接触 然后他放好之后我再去拿 那每次我拿的时候呢 我都会去戴我的这个面罩 然后戴两层口罩 还有手套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就是防护 那先生呢会 因为他本身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症状了 因为我们都是密接 所以他会戴他的这个口罩 那我女儿呢也是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 也是戴着口罩 所以女孩子也挺小孩子也挺可怜的 所以他们都是在各自的房间 那我儿子也不用说了 所以通过就是我们的这种措施 所以至少就开始已经不让这个病毒再去互相交叉感染 这是第一步 然后之后呢 我就开始被我到了这个单独的房间了 所以我就可以及时的去休息 因为其实这个病毒就是在供地的免疫力 那我觉得只能让我自己不断的去 就是保存体力 提升自己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 所以我就准备了莲花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莲花 这个还是朋友在两年前刚发生的时候给我递的 还有像比如说 我吃过了一盒金藏的喉宝 这还有这个润喉糖 因为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 还有包括像什么这个 大家推荐的什么第三要补充 另外还有就是我之前用的这个牌子的 这个也是在提升这个就是免疫力 然后包括就是还有VC的这个 包括这个VC的这种泡层片 就是充气也是 所有只要是可以提升我身体就是 就素质的 我都用 然后就把时间安排好了 然后同时呢 我有一个本 就是这个本 这个本呢 是我就是专门做这个记录 就是我们从开始 就是2022年这个1月12号开始确诊 一直每一天的记录是非常详细 因为过了几天 我女儿就开始发高烧 她用两天高烧 所以就是我的这个记录还是非常详细的 包括就是已经是落实在几分 几点几分 把我们家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情况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 所以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就是说 这次的这个病毒呢 确实来势汹汹 而且是因为它不是感冒 它不是流感 它毕竟还是这个就是特殊的一个病毒 而且都是未知的 所以其实这个对人的这种心理的挑战是很大的 我呢一直在调整我的心态 我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体质 我相信我自己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我一直就是说很放松 我没有说很恐惧 然后而且通过我的这种放松 我的这种状态 我也会能够感染家里人 然后尤其是我先生 我不希望他太过多的担心我 因为我当时是家里就是测出阳性的 那我先生和我女儿其实症状已经很明显了 那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这个就测试的这个核啊 就是尤其你自测的 其实也不是很准的 因为我先生和女儿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所以说呢 不管你测出是阴还是阳 其实都要高度的重视 因为即便是普通的流感和感冒 你也会传染别人的 所以说就是当你感觉症状不舒的时候 一定把它视同为你就是得了 所以第一时间的去和你的家人去隔离 还有一个第一时间去通知你周围 就是近十天跟你曾经接触的人 这就是一个最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因为我们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所以我们就是自我在家隔离 当我们开始隔离的开始之后呢 就是整个就是调整 每个人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积极的就是能休息就休息 然后呢心情调整好 所以呢通过每一天我的这些记录 我就能看到家里人 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这种 恢复的这种好的这种变化 所以呢也是给每个人都有信心 就说明这个病毒啊就是不可怕 其实就是在于自己怎么调整好 然后怎么能够就是 带你这个牢狱集合对吧 你也不能整天躺在那 你还要适当的活动 锻炼一下身体 所以呢我觉得这段时间 应该是我们全家吧 还是非常的齐心协力的 因为目标很明确 就是我们要战胜这个病毒 我们这次生病呢 一直没有敢跟就是双方的父母讲 而且当时我在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爸爸还给我发过视频 然后说哎好久没听你们声音了 你们这边怎么样啊 因为他们听说就是温哥华这边疫情很严重嘛 然后我当时还在安闻我爸爸说 我没事没事不用担心 好来对啊 我就觉得不想让双方父母为我们这个操心 所以一直就是没有跟他们说 但我觉得这个视频出了之后 肯定他们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一切向好 所以呢我们的经验呢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吧 我还是在这里衷心的希望所有的伙伴 保护好自己 千万千万可以做到 能不得就不要得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的话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相信自己的身体素质 也相信 怎么讲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还是 就是说不幸中的万幸吧 就是我们是中招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病毒还是比较轻的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